床套行李全疊在一起沿着木梯走上去 三个双人床垫全挤在站不起身的小阁楼 这间包洞民宿看起来一应俱全 但却由住客控诉花了一万多元订下这间包洞民宿 但这六人房的空间被印几近四个人外 房价还贵上一倍 怀疑自己根本遭到业者坑杀 投诉者上帮比对发现自己的房型 居然是旅游网上刊登要价不到六千元的六人房 但他们却花了一万一千八百元 但更夸张的是他们向民宿订了总金额 三千八百八十元的烤肉套餐 和原本的菜单真的不一样 实际来到民宿走一趟各间木屋大小都一样 主要是以人头计费 业者喊冤说其实订房当下就已经有告知过住客 十个大人还是建议分开订 使他们质疑也有住同一间 多一个人多一千块 而且我有说十个人住一栋小木屋会太急 客人说没关系东西不够 所以真的很抱歉我忘记了 那我赶快出去买了 烧口菜单不一样 业者致歉也表示当下有尽力 补偿房客 但一次双方之间沟通出现落差 才导致这场纠纷 但无论如何旅游兴致这下已经大减 恐怕也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挽回 记者林医生梅凯婷 宜兰采访报道